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胡子老爸 现在我们在路上去平安里一个非常有名的葡萄产区 贵府葡萄酒 多高尼 咱们今天会去那边品尝一下那边的多高尼葡萄酒 去多高尼大概要开200多公里 好 跟着我的摄像头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车开了一个这种渡轮上面很窄的一条河 现在但是要在渡轮上面过河 马上就要过河了 过一下这样一条小河是350副林 就是一欧元这样子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过这条小河了 继续往前走 好 我们现在离多高尼还有8公里 我们继续往前 马上就要到多高尼了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酒庄门口 我们现在去酒庄里面看一下 酒庄大门 酒庄的庭院 好 我们进去看一下它的酒庄 他们的葡萄庄园就在前面 咱们来看一下它这里 它这里是一排 等一下下面有个团 我们现在在等 它下面地下室长葡萄的地方有 大概有二三四个人在下面 所以说我们要在楼上等 然后我来带大家看一下以前 最早最早是没有这种玻璃的吸 这种酒庄里面葡萄酒 是像这种刮一样的东西吸的 我去看一下这种刮 它刮在这里很多 以前最早最早是没有这种玻璃容器吸 酒庄的酒的 就从这种刮 从出来这种刮来吸葡萄酒的 一个一个 小河的鱼 这个叫lobotuk 就是说刮头这里开一个口 然后下面也开一个口 这样的话就可以从酒筒里面把葡萄酒吸到这个瓜里面 手指顶住然后就可以倒到杯里 整个这种多高二地区的风景非常的不错 都是山 然后这些土 土地都是火山岩 现在来到这个酒座 这个酒座酒品种非常非常多 墙面上也有很多这种一瓶瓶挂着的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里的酒 这个2013年年份是多高一产区 非常好的一个年份 所以说2013年6个葡萄酒的葡萄酒 卖的也比较贵 然后我这里发现一瓶是卖9000佛林 9000佛林差不多30欧元左右 30欧元不到 然后它是1978年的 它是比6个葡萄酒还等级更高的 它的糖分会比6个葡萄酒等级更高 差不多到7 7到8的等级 然后这瓶是1999年的 卖15000佛林 差不多是50欧元这样子 也是是 255 S Excellent Excellent Excellence Excellence 就是说比6的级别还高 在2013年之后 就是说不能再标志 比6个葡萄酒再高的葡萄酒 葡萄酒的那个甜度了 这个6葡萄酒 5个葡萄酒 其实就是每个葡萄酒的甜度 它这个 多关于的葡萄酒 它其实是一种 等于是拿葡萄干来炸这个葡萄酒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拿就3个葡萄酒的葡萄干 就是葡萄的话 它还没变成葡萄干 它还是保持有水分的 所以说 越往上面的数字 比如说5个葡萄酒 6个葡萄酒的话 它的甜度会越来越高 然后它炸出来的 就是等于说拿葡萄干来炸这个葡萄酒 所以它产量非常少 所以造成这个葡萄酒的价格也会非常的高 然后它这个葡萄酒 就是多关于的葡萄酒里面是有一种霉菌 叫贵府 贵府霉菌 对 贵府已经产生的这种味道是非常特别的 等一下我们就去这个酒庄的地下室来看一下这些葡萄酒 好了我们准备下这个地下室 这里面就是它的酒庄的地下室 下面都是很多这种木桶装的葡萄酒 我们等这个下面很多这种游客 等他们上来之后我们准备下去 好了我们现在下楼要消毒 好我们这里手消过毒 我们现在下这个地下室 这墙壁上已经能看到这种 呃 斧 斧杀 贵府 哦贵府军 贵府军 这边有其他人的葡萄酒 但是我们 这边有葡萄酒 这边有葡萄酒 这边都是葡萄酒的这种葡萄酒 上面都是葡萄酒 这边有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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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2年上也是最老的葡萄酒 从1972年上是最老的葡萄酒 当中是葡萄酒 啊 这是你葡萄酒 我是什么 对 他说是明西有1972年的葡萄酒 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 他这里面是葡萄酒 是 72-es 1978-as 1983-as 1988-as 就算了 就算了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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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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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室一般都会保持在10度到14度之间 是 是 我正在基斯尼西 是的 在基斯尼西 摁到这个霉菌里面是软软的 这个霉菌是 大家看这个 贵斧霉菌啊 如果这个 所有的葡萄酒的桶拿出去之后 这贵斧霉菌会慢慢的消失 因为这个葡萄酒会产生那种蒸汽 蒸汽熏到这个墙壁上之后 就会产生这种贵斧霉菌 然后大家在品酒的时候 到那个酒的一点点渣渣的时候 它也会撒在那个墙壁上 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个霉菌 他就把这个西酒的容器 把这个葡萄酒吸出来 从这个酒桶里面 哇 那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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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的 干的 这是最普通的 一种 这是最普通的 那我说 这就是 这个 这就是 那我说 那我说 对 那我说 我说 这个 那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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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那我们跟着这个 酒庄老板 一起往前走 我们一个个品尝过来 很多游客过来 他会把这个自己的国家钱币留在这里 我找到一张是中国的人民币 这里,然后这里我看到一张越南的 越南的也是胡志明的头像在这里 好,我们继续往前找 这是老板 这是阿兹 阿兹,是小金兰,是小金兰,是小金兰 是小金兰,是小金兰 但是,如果有小金兰,是小金兰 是小金兰,是小金兰 是小金兰,是小金兰 这是一点的 其实是小金兰 就是小金兰 因为,你还想要做 거예요 老实话,这一体有充饭 这也是有严格的 这是今天的严格 слыш吗,是的 对得啊 还可以说点了吗 这吗 这很瓮的 但是它是一碟的,一碟 一碟,一碟 但是它又是一碟的,但是它又不是一碟的 是,是,是,它又是一碟的 它有咕不一样的味道,你吃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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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国家人过来 把自己的国家的硬币也放在这个美菌里面 这个美菌用起来是一种非常软的手感 但是,你也不知道是一碟的 如果一个人拿出这个话,会不会就是说 是否会影响它本身这个问题? 我前面试据你一碟了,如果有氏上的糖分 就参与着那股仿吧 那么就不会在脑子? 但是,这条件子是绝对于 A个主意的 说是油炮与骨《冲串》就不会讲解决不 使用于一个云 而且不让它刮叠 但是它也没有弄断关于分 然后就没有事不利 那里的完了 他们要弄了,他们要弄了 一般,一般,一般, 都会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那我们要弄了, 一般, 不弄了,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因为吸着这个球, 那么, 球和空气会接触, 这样我们问, 球会不会坏掉, 因为很多球, 球桶下面它是有个开口的地方, 是放球出来的, 但这里的话, 他们都是在顶上的, 他说因为是这里的气候关系, 这样的球也不会变质, 如果我们跟空气接触的话. 噢, 老 wat说吧, 我说 uncomfortable, 我说不怕可ть吗, 我说打不会肰 possibilities, 是 cui车就不能买击啊, 就会是吗, 我说 � advanced脑子吗, 是因此 Roman 三割豆,四剪、六剪나물、五剪戒啊 加而且五剪 arrow 她以后 cantidad若独 德意 三剪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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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的 代表ración这种东帝 是我 其实非常简单 adat调 worried is that the least the borog? 是 他被太刀 他被太刀 是 精彩的 是 是 自然 他所不刀的 也 136 是 136 就 是 136 是 136 是 是 这 是 是 就像毫 nuestras他一根一句 你不能再爭丟了 那你不能再爭丟了 如果你不再爭丟了 就像是三个 你要你 bereit 就是一个 它 这就是一个 它是最重要的 它不許 这就是那样子 之外 它是要 这就是不知道 这就是 那他拿着很多 whim 터? 但原來他甚至 sul Industry 就是這四逢婦 那他的 becoming光差 parce啊, erm,那今天做些什麼 他說這個就是四逢婦,只有這種 lépen哪有四逢婦 他在哪一年? 他在哪一年? 他在13年 20年 他在13年 但他不太好 五年 五年 六年 五年 五年 六年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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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 他最后一桶 他最有趣 他的 removed 就 knurann下来的时候 才能百中接触到这件衬 他现在 六年 在五年 helm 四年 但是 behavi 贤 但为什么要加上去呢? 嗯,不,我没来说, 这就是为什么是一整个人 但为什么要觉得 如果一个人是只喜欢 那如果一个人喜欢 但是没有那么肥子 那就会变成三个人 如果一个人有那么肥子 如果一个人有那么肥子 那是一整个人有那么肥子 是的,那是一整个人 他说如果在台湾上 很多人喜欢 只喜欢这么甜的肥子 就会说说 三个肥子 如果想甜的 就会说五或者六 但是四的话 这就是很尴尬的位置 就是说 所以说是很干,所以说它产量非常少,他们也不会,现在也不会再做了,这是最后一桶了。 他说,他们这家酒厂里面最后一次装四个不多牛的,不到久是1988年,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装过四个装品的。 不管每个年份的装品的话都不太会装了,对吧?因为选择的人太少。 这是五个不多牛的,是三和四个不多牛的,这个是2017年的,2017年的三个不多牛。 对对,17年五个不多牛的,这是一三年的,前面三和四都是一三年的。 那叙律吧? 对吧,对吧,对吧。 他说,所以说这个酒会很厚,因为它比之前那个要多装一框的葡萄,酿出同样体积的,同样分量的葡萄酒。 他说,这个是六个不多牛的,六个不多牛是九中之王。 他说,这个是九中之王了,等于说是。 这个是六个不多牛的,六个不多牛是九中之王。 但是六个不多牛也是根本来的。 就是这个是九中之王了,等于说是。 但我们在六个不多牛的, 这有什么不多牛的。 是要一起败重的。 就是这四个不多牛的。 就是这个是九中之王。 就是这个是六个不多牛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是八中之王,但是是这个是六个不多牛的。 这一家的豆沟的葡萄酒 一根一根 好浓哦 浓浓浓浓浓 超级浓浓 这个是六个葡萄酒 非常浓 喝起来的口感非常浓郁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有这种特别的口感 喝起来跟其他葡萄酒完全不一样 因为有可能是那个 有那个贵府眉菌的感觉 2013年的 这就是 它是另外一种 釀造的 他说就是前面你喝的有花香的味道 它的同样的釀造方式 釀造的 前面刚才说的那些 它全部都是那种比较浓郁的那种香味 而这个的话就是它有清香气 这就是它比较浓郁的那种香味 那也是它比较浓郁的那种香味 但是它比较浓郁的那种香味 但是它比较浓郁的那种香味 是不一样的 这种香味 这种香味 是非常多的 就是它们的釀造方式 不一样造成这个 味道完全跟前面的那些奥树的口感是完全 闻的时候就能闻到一股花香 我感觉有点像茉莉花那种感觉 对 比较清香型的 然后奥树的话就是很浓郁的 它也是有香味 但是是浓郁的 对 但它比奥树没有那么浓郁 但是有特别的花香味道 每个葡萄酒的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值得来品尝一下这里的各种各样的葡萄酒 咱咱 我很喜欢 老板娘说这个酒叫已经有500年的历史 这些全都是火山岩 火山岩上就比较容易生长这种 这种就是贵府军 贵府军 对 我们现在来到他们的酒床葡萄园里面 近距离看一下这个 谷字 匈牙利多高业的这种 奥树就是贵府军的这种葡萄的样子 这个葡萄到时候他们会到冬天的时候才来采摘 就是等于说是天然的变成了葡萄干 然后这个葡萄上面会裹一层这种贵府军 然后酿出来的葡萄酒 这个奥树它就会有这种特别的味道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都是葡萄 就是这种葡萄来酿制这种多高于葡萄酒的 这里一片一片都是的 很长一片一片 全都是他们这片葡萄园的 我老婆喝了两杯酒已经开始有点暈了 因为前面地下室地下室温度比较低 所以说喝的没什么感觉 一到楼上现在大概室温有30度 所以说一上来就有点暈了 所以说现在我来开车 然后现在匈牙利有4个 4个主要的酿酒区 一个就是葡萄酒区 一个是萄酒区 然后一个是维拉尼 就4个酿酒区 只产了各种不同的葡萄酒 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多高一产区 多高一产区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奥树 奥树当时是第一个酿制贵府军葡萄酒的产区 然后也是全世界第一个 把这个贵府军酿制的葡萄酒分等级的一个产区 当时在法国的时候 路易斯是喝了这个多高一的葡萄酒 说是这个是酒中之王 大家可以想象中这个酒有多好喝 我老婆前面尝了一点 我也稍微尝了一点 因为我开车 真的是有特殊的那种味道 它里面有那种贵府军发酵成的这种味道 然后这个葡萄酒 葡萄酒其实它是当时就是这个产量其实很少 奥树的产量是很少 为什么产量很少呢 因为它是要等这个葡萄在葡萄下上面 它不采下来 就是让它天然的变成葡萄干 然后这个葡萄上面会围成霉菌 然后再采摘下来的时候 它等于是一个葡萄干了 里面水分很少 也就是因为这个水分很少 像葡萄干一样 它酿出来的酒的汁液是非常甜的 所以导致这个多高一的酒 是这种甜的葡萄酒 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传统的酿酒 就是榨葡萄汁的机器 这是以前没有那种工业机器的时候 就是用人工来榨的 然后把葡萄酒 把葡萄放进去之后 这个机器就一旋转 旋转之后就能把这个葡萄汁炸出来 然后就这里会出来葡萄汁 这又一个是原始的炸葡萄酒的机器 来这个酒庄买酒早有准备啊 冰桶都带来了 酒庄里买了一瓶1978年的多高二十五 然后这里一共是买了有三瓶 一瓶是自己的 然后两瓶是帮朋友带的 然后13年年份的也是买了好几瓶 好准备去下一个酒庄 特地走下车来给大家拍一下这个鹤 在那个电线木头上面 电线杆上面的鹤 它的鸟巢很大 然后我看到好像里面有两只小鸟了 已经小鹤在上面站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从非洲飞过来的鹤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鹤它住的巢非常的大 它就住在这个电线杆的顶端啊 大家看上面有小鹤我放大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看清楚 看到没有 这个是鹤爸爸鹤妈妈粮 然后我前面看到有小鹤站起来的 现在看不见啊 但是这个潮非常非常的大 这种是属于候鸟类的 候鸟类的这种鸟 从非洲飞过来几千公里飞到薰安利 然后每年它们都会飞回来 哎呀前面的酒叫喝酒喝了脸都有点红了 有点上头然后我们现在来到多高宇小镇 多高宇在于底沙河和伯多伦河的交界处啊 这里有两条很大的河 匈牙利有两条河很大的一个就是多岛河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底沙河啊 这个流速非常快啊大家可以看啊 好走走走 咱们去小镇里面逛一圈 我们现在来尝一下冰淇淋啊 这是有区画的特色的冰淇淋 然后在下面是这种烟葱面包 然后上面放个冰淇淋 我们来尝一下好不好吃 我去给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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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千福林 这个冰淇淋 900 可以让你上去 看 哇 就是这个面包 这个面包就是 Sharry的特色 特色 烟葱面包 冰淇淋就是一般的冰淇淋 但是这个 这个是Sharry特色 我们来试一下 一般的冰淇淋 一般的冰淇淋 面包 主要是吃这个面包 这个面包不错 烟葱面包 好 我们走 好了 今天我们多高于酒 香四溢的一天 就这么结束了 多高于酒 装饮的葡萄酒 真的是非常不错 大家如果 如果来匈牙利的话 也可以尝试一下 去多高于这种 地下的这种 酒窖里面 叫他们酒 酒庄主把酒 一定要抽出来 抽出来到自己杯子里 这样喝才有感觉 然后感受一下 当地的气氛 好 我是胡子老爸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 点赞 加分享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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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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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